各位出列習官員大家好 主席可不可以請曾祖文 主委你好 曾祖文你好 我想這個520快到了 我們一直期許整個資本市場可以更加的國際化 市場可以做大 那520即將到來 以前大概連續幾年的時間 都有所謂的520魔咒 看到這個地方就心裡會害怕 那 在 最近的一個交易日結束 居然出現 人家說TG啦 就是 8888 台灣股市究竟會 如同這樣的一個數字 發發發發嗎 不曉得你怎麼樣來看待 民間一直所講的520的行情 以及你對過去的整個經濟的表現的評價 這幾年來你覺得如何 跟委員報告 其實股市 它應該反映產業的基本面 那基本面相當好 比如說 第一季的財報 已經 在5月15號公佈 那第一季的獲利 上市上貴高達 3795億 跟前一年比較成長了9.8% 那營收呢 是6到5 跟前一年的第一季比較成長了4.4% 那不管是營收 跟獲利來講都相當亮麗 所以我認為 股市 對未來我相當有信心 是我們看到 上市上貴公司 市上在海外的 保留盈餘啊 為匯匯的部分啊 這金額相當相當的大 如果 如果 這些金額啊 大概不到5兆啦 4兆多應該有啦 如果能鼓勵他們 會回到台灣的話 是不是 對公司的體質啊 會有很大的幫助 對國內的稅收 最重要的 這大概4兆多 如果回到台灣的話 應該好好來 檢討一下 這個 最低的薪水的問題 我們看到瑞士啊 喔 一個月 他們公投說 最低的 月薪是 13萬 5千啊 這個 限煞了很多的人 當然我們沒有那麼多 但是我們應該要提升的空間啊 不曉得 諸委 對這個 四兆五兆的這個 海外的保留盈餘啊 如果匯匯來的這個看法 你的想法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要不要匯匯是 涉及到 這些上市上貴公司 海外投資資金的應用 但其實 基本上 轉投資的部分 絕大部分 絕大部分都合併報表 所以他的獲利 基本上 也已經 反映到 上市上貴的獲利的情況 但是 資金要不要回來 是涉及到 他不要回來 進行在台灣 投資的問題 我想 這個委員的意見 我非常贊成 我們現在多多鼓勵企業 有個帶動良性的這個效果 讓所有的這個社會感受到 我們薪資是結構是慢慢 企業 是 共同體 企業賺錢 來多多照顧員工 我想這次也應該的事情 另外我們看到 這個 最近 越南暴動的情況 我們也憂心忡忡 希望可以多多來支持 鼓勵 現在一時受困 一時受難的這些 台商朋友 希望主委可以多多關心 是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們總共 上市上規公司 有108家 在越南有投資 那這兩天 經過銀行公會研議之後 假設是關係企業 可以透過 目前現行的紓困機制 來處理 那假設是獨立的公司的話 其實現在也有一套機制 就是說 就它新換款 或者舊換款的部分 銀行公會已經擬出方案 我們會來支持 那 銀行公會的建議的方案 我們今天就會准理它被查 很快就可以申請 所以這個短期內不會抽銀根吧 不會不會 謝謝 謝謝 我們還是希望說 這個政府支持銀行 銀行這幾年獲利也不錯 銀行也要支持企業 因為企業相關的就是員工 是 這個大概都三營的一個方向 今天講這個TRF 大概就是 嚴重性的金融商品的部分 事實上 國內 真正 自然人的部分 投入這一塊的 應該 不多吧 不多 有沒有大概統計過多少人 基本上 原來 跟委員報告 原來 是五千多戶 是所有TRF的 TMU的部分是一萬戶左右 但是真正TRF只有五千多戶 但是經過我們 經過我們歸戶 經過歸戶之後 其實 大概是 三千七百九十七戶 因為有一些不同的 客人在不同的銀行去投資 所以真正的戶數其實不多 是 三千七百九十七戶 是 其實喔 像這個戶數第一個不多 會去投這個 大概都是很多 在另外一個角度看 可能都應該是專業的投資人 比如說在投資的這個經驗 可能不是一次兩次 可能是累積相當多的經驗 那我知道好像 我們每一個投資的時候 事實上都有一個告知 投資有風險意外怎麼樣 你自己要小心 好像有這樣的一個告知吧 風險意告訴 對 有 我們都 希望讓 所有的金融機構要落實 要賣這一類的產品 必須充分 讓消費者 投資者知道 這個產品的風險 最高風險在哪裡 讓他充分理解 所以 投資是有風險的 是 對 所以既然投資有風險 那我們事實上整個 整個經濟市場 這個 要讓它國際化 事實上相較於香港 香港他們的延伸性金融商品 多得多 所以是不是這樣 是 沒有錯 所以我們不要說 也因業廢時 今天討論這個問題 是因為人民幣貶 所以你覺得人民幣以後 會來 會不會長回來嗎 我在想 會不會長回來 其實 這個不是金管會的權責 不便發表意見 但是就是說 如同你的講法 就是 金管會以後 還是會繼續執行 金融開放的政策 但是希望同時 所有的金融機構 必須重視風險 必須照顧好他的客戶 這樣整個金融的發展 可以平衡 金融機構才有辦法永續來經營 對 我們希望說 文部區間 不要說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神 這個不需要 很多事情講清楚 說明白 把一些這個風險 各種報告 本來就應該跟大家講清楚 而且像講這個 衍生性金融商品 事實上 那很多上班族 或者是市場的 這個 柴契爾夫人 柴契爾夫人 這個婆婆媽媽 他們也不會去投資這個 因為台灣現在投資的 上市上規公司 一千五百多家 很多很多啊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想的喔 是把 資訊 充分的揭露 預先的告知 這個我想比較重要一點 是 那另外有是不是足跡啊 我比較關心一下越南 是不是可以請那個 這個銀行局的 張局長謝謝 那主委可以請回喔 張局長我想要請教 現在台灣在 越南的銀行有多少家 那現在負賢部位有多少 負賢有七百零五億喔 有九家 有十家分行 九個半市出 一家子行 我看你們這樣也是 滿投入的喔 這個數字都 都有充分隨時在掌控 謝謝委員 那後續啊 台商如果 在越南當地 還準備要 繼續來投資的 因為我們看到越南政府啊 他祭出說 要減稅啊 來來來啊 他也跟你說了三次的道歉 他們會加強保護啊 他們公司還是最便宜的喔 那如果有台商啊 在未來 繼續要在 台商朋友在 越南要繼續要加強投資的力道 不曉得 這個 銀行局啊 支持的態度是怎麼樣 是不支持還是會 會調整以後還是 繼續來支持 跟委員報告 新貸款的部分喔 目前政府有機制在那個地方 華僑信保的話 他啟動了所謂的五一三專案 十萬美元會 十萬美元的範圍內喔 他們會來充分支持喔 那中小信保喔 他們也會對於如果在 當地有資金需求的 廠商也會來支持 所以這個很兩難啦喔 在外面打拚的台商啊 事實上是很辛苦的 我們看很多啊 因為國內的這個投資機會 現在案件也不多 現在以前在這個路上啊 看到很多阿賊啊 很多的外國人啊 每天趴趴走 那現在好像看到 外國人來台灣投資 也降低了 所以我們現在考量一下啦 有些台商在外面 也是不得已不去啦 我看到 帽子生命危險 不是越南啊 全世界各地 你說去南韓 有北韓有風險啊 對不對 面對北韓的這個 這個 軍事的挑釁等等 每個地方都有風險 但是最重要還是銀行啊 我們評估好 還做台商最大的靠山啊 該支持的 我覺得啊 還是要多多支持 是 謝謝委員 好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